自从美国八月份通过了芯片法案之后 美国不断布局 最近还祭出大招 正准备把台湾的台积电搬去美国 面对美国的为之堵截 我们淡定应对 一巨大的中国市场吸引了一些曾经的美国盟友转头阵营 美国掀起了这一个芯片战 谁能最后赢得胜利呢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 中国和美国在芯片产业方面颇为相似 两个国家都有很不错的芯片研发水平 但是偏偏都不具备制造工艺 美国有高通 英特尔 英卫达等 中国华为研发的芯片也同样处于全球领先的位置 但是过去中国和美国的芯片都不约而同的 让中国台湾的台积电进行代加工 现在美国想完善本国的制造产业链 所以推出芯片法案 并且以高达500亿美元的巨额补贴 吸引芯片行业的企业进入美国设厂投资 最近台积电宣布在美国投资120亿美元 开设新的工厂 但很显然这样的投资额不足以尽快的投产 实际上 台积电并不是在美国开设新的生产线 而是把台湾的生产线拆装 并且整体打包运输到美国 然后在美国重新组装 希望在2024年可以正式量产 运到美国的不仅仅是硬件设备 还包括众多的工程师和核心员工 据说台积电现在已经有不少核心员工 连同家属甚至家里的宠物 一起被包机送往了美国 打算在美国长期的生活和工作 很显然 美国并不是只要台积电的一条生产线 而是想把整个台积电完全搬空 只有这样 美国不但自己得到了 这一个全球领先的制造工厂 而且可以完全杜绝中国大陆的使用权 为了应对美国的为之堵截 中国一直在致力发展我们自己的芯片产业 但是目前有一些关键设备 我们还没有这样的生产能力 只能依靠进口 例如高端的光刻机 美国虽然本身在光刻机上 没有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 却一再阻止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口光刻机 荷兰的阿斯迈就是芯片上游的巨头之一 由于迫于市场的压力 不愿意中国这么巨大的市场拱手 让给日本韩国 阿斯迈最近决定 再次开启向中国市场出口光刻机 最近的消息显示 一台光刻机现在正在苏州安装 准备投入使用 其实烈士的案例恰好表明中国拥有对芯片的巨大需求 而这一市场是众多企业无法忽视的 不管台积电在台湾还是在美国 如果不能把产品卖到中国 那就损失了很大的一块市场 目前台积电的股价74美元 对比年初的142美元 现在已经下跌将近50% 这还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一波反弹的结果 此前最低价格已经跌破了60美元 股价下跌除了受到美股今年整体下跌的影响 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 它的跌幅远大于美股的平均跌幅 这说明台积电搬往美国 并不被股东看好 由于美国不断的加息 导致美国国内的融资利率处于 近20年的历史高位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 多意味着财务成本非常的大 台积电在此时迁往美国 意味着未来不得不面对这一财务困难 与此同时 美元也处于近20年来的高位 任何一个在美国制造的产品 当其面向全球出口时 多因为高位的美元而减少了竞争力 这也是台积电在未来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台湾的一位资深研究人员指出 很难对台积电的未来前景感到乐观 说不定台积电在美国带动了 美国的芯片制造工艺发展 然后就被美国泄墨杀驴 总体来看 这一场芯片战争最终鹿死水手 还难以确定 三星与采购10台EUV光科技 这几年的芯片行业 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 原本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在规则下被打破 然后又遭遇了全球缺芯 手机 汽车等上百个行业都受到了影响 到了2022年 缺芯的问题总算有所缓解 但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就拿智能手机市场来说 各大厂商都出现了库存增多 出货量降低的情况 只因换机周期大幅延长 非必要的情况下 基本上不会购买新技 智能手机是全球芯片主要的销售领域 美部智能手机搭载了上百颗芯片零部件 手机卖不动以后 芯片厂商的出货量也降低了 高通从一开始的芯片供不应求 变成着急清理库存 它又应伟大 美光科技 零量低等公司也都忙着清库存 情况更复杂的还得是台积电 作为全球第一的芯片代工巨头 客户芯片出货量减少了 台积电自然而然被砍单 为了应对客户砍单 台积电将2022年的资本开支 从440亿美元降低到了360亿美元 还试图关闭数台EUV光科技 节约能耗 不过和台积电关闭EUV光科技的举动不同 韩国芯片巨头三星却选择了逆势而行 打算获取更多的EUV光科技 大幅提升芯片产能 根据韩媒表示 尽管明年全球经济放缓 但三星电子仍计划在其最大的半导体工厂增加产能 三星电子将额外采购10台EUV光科技 在2023年对存储芯片和系统半导体增加10%的产能 三星的此番举动和业内削减资本开支的行为格格不入 然而不只是三星 中芯国际也已开始布局 同样做出了逆势而行的举动 根据中芯国际公布的计划 分别在北京 上海 天津 深圳修建4座12英寸晶圆工厂 用于生产28纳米芯片 总投资达到了1700亿元左右 一旦工厂都达到满产状态 那么中芯国际掌握的产能将上升一个台阶 三星电子和中芯国际都在加大布局力度 一个是采购更多的EUV光科技 另一个是加盖更多的芯片工厂 三星 中芯国际逆势而行 有何意义 按理说两大巨头 这样的布局行动应该是放在芯片市场上行的局势下才对 投入更多的资本力量去满足市场的需求 可是现在部分芯片需求持续下滑 芯片供应商们都在想办法清理库存 就连台机电也不得已关闭数台EUV光科技 来应对需求下滑 那么三星 中芯国际逆势而行 有何意义 或许最大的意义在于压住未来 虽然目前的芯片行业处于下行阶段 但未来对芯片的需求恐怕还会持续上涨 而三星 中芯国际就是在为将来做准备 分别来看 三星就是想趁着芯片下行进一步提高市场份额 在其他竞争对手多缩一结实的时候 三星加大布局力度很容易就拿下市场占有率 而且根据供应链知情人士透露 三星还打算在2023年启动存储芯片的降价 从而提高在全球存储芯片的市场份额 三星不管怎么说都是全球顶级半导体巨头 不至于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虽然三星已经是全球存储芯片第一了 但三星一直都希望超越台积点 成为全球最大的系统级芯片制造商 要做到这一点 不仅需要掌握出色的制程工艺 也离不开雄厚的财力 在芯片制造行业 动辄几十上百亿美元的投资 三星试图通过提高存储芯片市场份额 积累更多的财富 以便在将来提升芯片制造竞争优势 再看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布局28纳米其实是有原因的 一方面28纳米属于成熟工艺 已经没有技术瓶颈了 另一方面28纳米仍有很大的需求 在智能汽车 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 而且台积电也在积极扩充28纳米 对大陆南京工厂斥资28亿美元 大幅提升28纳米芯片产能 别看现在业内的关注度 都在高端芯片身上 其实成熟芯片也有很大的潜力 对一些高性能的应用产品 28纳米已经足够了 这也是为什么制造商们 都在扩充28纳米的原因 在高端芯片被大幅砍单的时候 只有成熟芯片保持需求旺盛 芯片行业时刻都在发生变化 有的厂商顺势而为 在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 离井库腰带过日子 降低资本开支 裁员等等行动层出不穷 也有的厂商逆流而上 压住未来提前做好规划 一旦芯片行业开始恢复 那么所做的一切布局 就能派上用场了 未雨绸缪 才能防患于未然 随着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 现在已不止华为 最新一批制裁名单 已基本包括所有中国芯片企业 像长江存储 上海微电子等等 其中还有一家彭新微极城电路公司 这家公司厂房都没有盖好 厂房要到2023年7月才盖好 就这就已经被美国纳入制裁名单 可以说美国为了围堵中国芯 已经无所不容其极 还记得华为吗 拥有最先进5G技术 却只能卖4G手机 美国商务部长曾说过 对于中国的芯片围堵 什么时候结束 完全取决于中国人 什么时候改变他们的行为 意思就是什么时候 中国放弃了研发高级芯片 就什么时候取消制裁 这时候就能看出什么意识形态 什么公平自由 什么民主人权都是假的 美国就是要毒死我们的高科技发展 不过这次美国低估了 我们发展高科技的决心 针对美国的制裁 这次我们发起了反击 首先就是到67欧上先告一状 再道义上站住脚 然后动用国家力量 拿出1万亿补贴高端芯片研发制造企业 最后一步一步砍掉所有欧美订单 因为我们是最大也是最主要的芯片消费国 如果我们不买他们芯片 他们的芯片企业也无法赚更多的钱 无法继续投入研发更高级芯片 这样我们与国外的差距就会一步步缩小 虽然短时间我们还是无法跟欧美站在同一个梯队 但总有一天会超越他们